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的创作中 我非常重视叙事方式的选择 希望能彻底告别 成就的 以线性叙事为基础的 英雄主义式的叙事 转而关注对世界更细致 复杂的理解 我也想要将电影从它叙事性的一面解放出来 以一种超现实主义拼贴的方式去创作 为观众创造一个更加开放的 主观的交流空间 在这里我将为大家提供两个方向的课程 首先是动态影像的制作 课程从如何不通过拍摄来制作一部电影出发 讨论的话题涉及电影与视频装置 重点会落在叙事以及叙事方式的选择上 目的是让没有接触过影像创作的同学 能够在理解 欣赏这类作品的同时 找到一种舒适的方式尝试创作 当然也希望能够帮助到电影 摄影 相关专业的同学 走出舒适圈 找到新的创作思路 总的来说 这会是一个探索实验影像和录像艺术的旅程 另一个课程没有限定媒介 我将它称为路边造神 这是一个通过即兴创作去寻找 了解自身艺术表达侧重的课程 希望能提供一种从知觉 直觉感受出发 通过解构 存构 最终落实到确切媒介的方法论 路边造神 强调走出工作室上街去 通过随机的拼贴 堆砌 感受图形 物体的构成 当然对于一点也没有出门欲望的同学 咱们可以一起地图旅行 在全世界范围寻找材料 造神 如果你正在因为创作媒介而感到怀疑 对当代艺术的生产路径感到迷茫 或是想要尝试新的媒介 这么一课程可以帮到你 以上就是这两个方向课程的总结 希望我们能早日见面 感谢观看 再见 1个方向课程的线 4个方向课程的全景